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加入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ensorFlow中最大最小平均值的计算 特别是平均值的计算 咱们经常使用非常的重要 马上开始 今天之前就一个TensorFlow中 如何计算最大最小以及平均值 先少续马上看代码 今天代码其实不是很难 一上来先input包 然后这写一个输出控制台的log函数 这和以前都是完全的一样 接下来咱们声明一个 用于今天进行计算的数组 以前看过我这个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很喜欢把数组定义成12个元素 然后是四行三列 今天也不例外 马上运行 看看咱们数组里面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演示 还是给人采用这个Google的collab 非常的好用 没有之一的云计算平台 Let's go 大家请看 我这个数组是四行三列 同时里面有12个值 从0到11递增 对吧 这个是咱们今天计算的原型 那么开始计算 先算什么 咱们先算下A数组的最小值 最大值以及平均值 好不好 用这三个函数 好 试一下 大家请看 最小值 Reduce mean 最大值 Reduce max 刚好说 平均值呢 Reduce mean 好不好 马上注意看 Go 出来了 大家请看 我虽然是个二维数组 但是它可以做成一维数组 给咱们进行统计 那么最小值是多少 0吗 对吧 最大值呢 11 平均值 所有值相加再出个12 5.5 没问题吧 OK 这是统计咱们最小 最大平均值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是在每期 我都要给您强调 轴运算 轴运算 很重要的轴运算 今天给您介绍的是 0轴和1轴 咱们先是这个0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0轴是个什么意思 诶 小董 怎么没拷贝过来 重来 OK 过来了 0轴 大家请看 我要求0轴的最小值 0轴该怎么理解 这不是四行三列吗 0轴指的是四 这个轴 或者说这个为数 这就叫做0轴 这个三叫做1轴 好不好 那么这个四这个轴 是哪轴 是哪个轴 大家请看 如果想求最小值的话 也就是说 是在求 0 3 6 9 这不叫行吗 对吧 对 是这一行的第一个元素的最小值 这一行 第二个元素的最小值 和这一行 第三个元素的最小值 这个就叫做0轴 四行三列 对吧 这就叫做 以行为运算 或者说以轴为0进行运算 得到这三个数 得到这三个数 这的最小值 是多少 大家请看 还没运行呢 运行 大家请看 是012 我没说错吧 对吧 这个数的这四个数 最小值是0 这个四个最小的数 是1 这四个最小的数 是2 所以说得到是012 那么0轴 s轴等于0 0轴的最大值是多少 对 就下这四个数吗 下这三个数吗 9011 看看是不是 9011 没问题吧 然后按照这个0轴 求平均值 就是把这四个数 相加除4 得到第一个 这四个数相加除4 得到第二个 这四个数相加除4 得到第三个 那就是4.5 5.5 6.5 这个就是按照0轴 进行计算 好不好 咱们再试试1轴 因为出去的这朋友 经常把这个0轴 跟1轴搞反 他们都认为 这1轴不是行吗 1轴其实是列运算 不是行运算 这个您一定要理解才行 大家请看 1轴 1轴的最小值 0369 怎么算的 大家请看 1轴是这个 这个四个里面 最小值是多少 是0 对吧 这什么 这四个呢 这三个里面的最小值 是0 对吧 这三个里面最小值 是3 这三个里面的最小值 是6 这三个里面的最小值 是9 所以说 以1轴 求最小值 得到的值 就是 0369 对吧 这个叫做1轴 然后1轴最大值 1轴最大值 这里面最大值 数小是 2 5 8 11 所以说 您看到的 这个是 25 8 11 1轴里面的最大值 那同理了 对吧 1轴里面的平均值是什么 这三个相加 出3 这三个相加 出3 这三个相加 都出3 像这个 0加1加2 得到3 出3 就得到1 所以说 这个平均值是1 对吧 平均值 按照1轴 也给咱们统计出来 x轴 我怎么老叫 x轴 那奇了怪了 0轴和1轴的计算 包括今后咱们在深度学习的时候 一般用到3轴 0轴 1轴 20轴 3轴 都该怎么算 如何升为 如何降为 这是咱们最基础的知识 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且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今天为大家分享的 咱们在TensorFlow中 如何求出最大最小平均值的计算方法 不是很难 但是又帮您复习了一下二维数组里面的0轴和1轴 好不好 今后咱们在做深度学习 拿图片的时候 咱们还要不停的复习轴的概念 希望您能够和我一起学习 好不好 OK 今天呢 我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参照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